大家好 我是小燕姐姐 哇哦 我們今天來到了風光明媚的花蓮 來試駕這一台 很多人都說它可能會是新一代的神車 那就是Toyota最新推出的 中型跨界修女Carola Cross 好 那在這邊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它的編程以及售價 這一次它有推出了1.8汽油以及1.8的油電款 在汽油款的部分分別是安心豪華跟尊爵三種版本 售價是765、799以及855 那在油電的部分分別是豪華、尊爵以及旗艦這三個車型 售價分別是875、919跟985 那我們今天拿到的車款就是Hybrid油電的旗艦版 現在我們就先帶大家來看一下它的一個設計重點 首先在車頭的部分很多人都說它是小1號為RAV4 但是你們有沒有注意到我非常喜歡它的日行燈 這個算是一字形然後上揚的這個日行燈的設計 其實很像女生的鳳眼有沒有 鳳眼是不是就長這樣 因為它這個燈是做往外延伸的一個設計 而且曲線是上揚的 那剛好這個線條跟它這個外闊的葉子板 以及這邊造型也做得非常飽滿的 飽感的線條 全部是聯合在一起的 所以它這個線條一直往後延伸 就會剛好延伸到它車側的一個折線 它的車寬寬度是1825mm 那你會發現說其實有很大的一個寬度 都是來自於它在這邊側向的一個外闊的張力 所以看起來就會有一點點類寬體的感覺 我覺得這裡其實還蠻霸氣的 那再來就是看到它的一個水箱罩的設計 那它是採用Toyota現在最新的家族設計 就是雙T型 有沒有看到上面水箱護罩是一個T型 底下氣霸又是一個T型 那雙T型上載下寬的感覺 就會讓你覺得它看起來是更有氣勢的樣貌 因為它是頂規的旗艦板 所以它中間還有這種要黑色的一個裝點 以及旁邊有金屬的飾框 然後也因為它是油電板的關係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標 屏標裡面有藍色的裝點 那在這裡呢 燈具裡面也有藍色的飾條 那看起來也是除了可以彰顯它油電的身份以外 也會讓人家看起來更有科技感 那在燈具的部分的話 尊爵板以上 全部都是搭載LED的5beam頭燈組 以及LED的光調式尾燈 而且從入門的安心版開始 全部都有遠近光燈自動切換的功能 至於在下方你可以看到旗艦板還有LED的霧燈 最底下這一塊啊 它是做跟車身同色的設計 雖然我覺得這樣很漂亮 但是這樣如果去越野的時候 這一塊可能比較會容易刮傷的感覺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車側 油電的旗艦板的話是搭配18吋的鋁圈 其他的5個版本都是搭配17吋的 只是說像安心版的話 它就是不一樣的造型 那其他的4個版本的話 都是一樣是十幅式的鋁圈 油電的旗艦板是搭載這一款18吋的雙色切消式鋁圈 在車側最大的特色也是這台車相當重要的一個設計的關鍵 就是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一個漸型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漸型 這個雙漸型的一個設計 這個特徵除了讓它的車側很有特色以外 全車也有很多個這種小型的車型的素描形狀 也是從這兩個雙漸型延伸而來的 很可愛喔 你們下次試車可以找一下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像上面的這個鍍鉻窗框 它是只有上面有 底下沒有 然後這邊也做的很特別 然後這裡有Carola Cross的一個名牌 你們知道嗎 全車這個字樣連圖形總共有20幾個 所以在一些小細節 其實我覺得它還蠻用心的 那另外就是大家有看到 因為這台車原廠在設計它的時候 就希望它能夠有兩個最大最大的功用 一個就是你日常待步的時候 它要有很高的一個舒適性 以及寬敞的乘坐空間 那第二個就是他們希望這台車 是可以讓小家庭在假日的時候去露營 或是做一些戶外活動 所以你會發現全車從車頭一直貫穿到車尾 然後整個車側都是有這種大面積的防刮材質 而且大家有看到嗎 就是說它在輪拱的設計的部分 一般的車都是圓形比較多 那像Lexus的UX都是走這種類方形的設計 所以為什麼 雖然說它是防刮材質 但是你看到它你會覺得它比較有色情 因為它是稍微有一點零角的感覺 整台車我覺得車側看起來 其實也蠻有粗獷的一個風味 那因為它是頂規的旗艦版 所以它還有這個黑色的行李箱架 然後當然它也有現在很常見的這個 摸門開鎖跟解鎖 然後在車身尺碼的部分 我們剛才有講到它的車寬是1825mm 那它的車長是4460 車高是1620mm 它在上市之前很多人都會以為 它跟比方說現在最熱門的HRV或是Kicks 它是比較接近的尺寸 可是剛剛你們聽到這個規格應該就知道說 跟它同級的還有像是Tiquant啦 Eclipse Cross CX30 還有像CHR都是屬於這個尺寸 我們剛才提到的比較熱賣的這兩台 Kicks還有像HRV 都是屬於在中小型的這個等級 只是說因為它們的價格有重疊到 所以這是為什麼很多消費者 會把這三台放在一起做比較的原因 我們現在看到車尾的部分 在這一塊有做出一個尾翼的造型以外 其實它整體的輪廓 我覺得算是還蠻中規中矩中 然後又帶有一點點運動的氣息 怎麼說呢 其實它沒有很多繁複的 或是說多種層次的線條 它的線條其實還算蠻少 但是它就是利用剛才我們講的 它一樣也是往外延伸的一個尾燈 再加上它這邊有外擴出來的後葉子板 所以讓它整個車體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又感覺蠻飽滿的 那另外在車尾有幾個特色 包括說油電的 所以它是藍標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的尾燈 因為它是旗艦 所以它是光條式的LED尾燈 其他的版本也是LED的尾燈 但是它們是光幕式的 所以你仔細可以看一下 它亮起來的時候是有一些變化的 再來就是像Carola Cross的字樣 一般以前都會擺在左右兩側 那這一次是擺在正中間 然後底下整個保桿都是做這種防刮材質 那這邊跟前面一樣呼應 它也是做一個銅色烤漆的樣式 排氣管的話則是在最下方 那因為它是旗艦板的關係 所以它一樣有提杆尾門 只是這個提杆尾門 我覺得它的反應有稍微慢一點點 所以一開始你在試的時候 不要太急著再去踢第二次 其實它是感應得到 那這行李箱的部分 行李箱的空間還蠻大的 有487公升 那現在裡面已經裝滿了 我跟幹哥 我們的這兩天的行李 還有攝影的器材 其實都還是算是還蠻寬裕的 上面的話 有這一個非常好用的 行李箱的捲簾以外 那它也可以做六四分離 我現在可以來傾倒給大家看一下 在傾倒的時候 可能它的平整度沒有到很好 它還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落差 所以呢 你可能如果你想要在露營的時候 在車上睡覺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如果你要在一些長型的 大型物品的話 全部倒下之後 它的空間還算蠻大的 我現在發現這裡有一個小小的 這個就是它的 樹苗的那個圖形 竟然這裡也藏一個 難怪全車有二十幾個 這感覺很像在尋寶耶 大家可以找找看 好 那另外就是它在兩邊都有掛鉤 而且它這個行李箱的高度 原廠來說它是有經過設計的 就是這個高度差不多就是72公分左右 所以我們人在這樣子擺動的時候 這個高度差不多是70幾公分 所以是很符合人體工學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底下有什麼呢 底下就是它沒有備胎 然後有補胎的工具組 然後它這邊也幫你做出了一些收納的格子 等於底下還有一些隱藏式的收納空間 然後在這邊喔 這兩個地方 還有後面那兩個地方 有四個拉環 所以之後如果你要掛鉤 掛那個網子的話 也非常的方便 我們現在坐到車內 我先趕快把冷氣發動起來 好 那我們今天試車的時候啊 同時用50幾台要出發 但是你就會看到一個很妙的現象 就是發動的時候大家都沒有聲音 所以那個畫面還滿有趣 因為這就是油電板的一個特色 好 那現在我們先來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內裝大致上的設計的感覺 跟Artis還滿像的 相當簡約大氣喔 因為你會看到說它的按鍵很少 有沒有 大致上就只有這邊空調的按鍵而已 那其他的功能性的部分 像冷氣就是用旋鈕的 然後其他都是整合到它這一個 八寸的螢幕裡面 基本上呢 它在視覺上是做一個水平式的 你會看到從這邊到這裡 好 整個用一個細的這種霧面的金屬 然後把它連貫起來 因為是走這種水平設計的關係 所以你會覺得還滿寬闊 那在材質上呢 它也用這種大量的這種軟質的材質 然後來讓它看起來質感是可以更加分喔 另外還有一個這次大家都很讚賞的地方 就是大家應該有看到 豪華以上都可以選這個紅色的內裝 那我們這一次因為它有黑色跟紅色 所以大家這一次在影片當中 會看到畫面上有時候會有黑的會有紅的 我們就是要讓大家看一下 黑色跟紅色 它的內裝看起來各會是什麼感覺 至於我自己呢 其實是非常喜歡這個紅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紅很特別 它比較像真正歐洲車在用這種中紅色 就是你看到實車的感覺 它看起來是非常有質感的 至於在配備的部分喔 油電的旗艦版的話 當然它就有7吋的一個數位儀表 這個7吋數位儀表裡面 除了最中間是時速以外 在中間的資訊目 你就可以看比方說平均油耗啊 或者是你現在的智慧駕駛 輔助系統的作動的狀況 然後像這個啊 就是如果你在開的時候 它就會有用一些顏色 來讓你知道說它現在電力輸出的一個狀況 以及這邊 包括你的車道循跡輔助啊 PCS啊 這一些都可以從這邊去做調整 然後在方向盤的部分呢 也是採用皮革包覆 那當然這個方向盤 它一樣有四項的調整的功能喔 那在剛才提到的這個8吋的觸控螢幕裡面 它搭載的是Toyota Drive Connect 這一個系統包括像電台 藍牙 電話 多媒體 這一些都可以做連接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如果你要Apple Coverware跟Android Auto的話 是必須要選配的 至於選配的價格的話 每一個經銷商它的售價是不太一樣 可以去問看看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便利的功能 就是它有360環境 而且它的畫質有到720 然後再加上它有很多種角度可以監看 所以呢 在停車的時候呢 當然安全性也會變得更好 往下看 這邊的話有個USB的插座 不過這裡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這邊的話是做像是一個沒有開口的塑膠盒子 它應該是還可以多一些功能鍵 或是說多一個USB的 或是手機的插孔之類 那底下這裡的話有一個置物空間 這邊還有做一個防滑的止滑墊 排檔座的部分 旗艦板的話這裡有加了鋼琴烤漆的飾板來做裝點 這邊有兩個杯架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中央扶手 扶手裡面的話也是有一個USB的插座 還有一個12V的電源 在排檔座的前面它這裡有三個功能鍵 一個是Drive Mode 所以你可以比方說像Eco Normal或是Power這三種 三種的模式可以做切換 中間的話是有一個可以關防滑的控制系統 然後以及EV Mode 這個很重要 EV Mode按下去就是純電行駛 不過也要看你當時的電量 有沒有辦法來進行這個功能 再來很重要的椅子 其實它椅子的造型並沒有說特別特別的突出 但是因為它這一次的用料搭配這個顏色的關係 你會覺得質感真的很好 我覺得它的這個鑽支撐性也還蠻不錯的 然後椅墊也蠻柔軟的 而且在旗艦版的部分的話 它有八項的電動調整功能 另外還有什麼功能呢 就是旗艦版它還有感應式的雨刷 還有防眩的後視鏡 以及環艙的氣氛燈 然後你們看喔底下的這個腳踏墊 因為它是油墊的關係 所以它還有很漂亮的一個藍邊 來跟它的LOGO這一些做呼應 然後在門邊的地方啊 當然它上面是這種軟質材質 底下這一塊它是做合成皮 軟質的皮革 所以質感上看起來是很不錯 另外就是原廠這一次有強調一個重點 大家有看到嗎 這個斜力式的把手啊 其實就是看起來有沒有 比較有像越野車的感覺 整體來說我覺得它的內裝質感還不錯 但是如果真的要我挑幾個 我覺得希望它可以更好的地方 那第一個就是 雖然它杯架有四個還蠻多的 可是以媽媽的角度 因為媽媽雜物比較多 它的置物空間我覺得算少了一點 它只有這裡跟這邊 中央一個小小的置物槽 那像這邊的話 雖然它這個造型很立體還蠻好看的 可是 就是每次啊 你如果這個要倒下的話 很可能就會達到副駕的跤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的話 也是稍微有點可惜 另外呢就是它是採用這種 腳煞車的設計 所以有一些女性的駕駛的話 可能要稍微習慣一下 我們現在進到後座 欸 有看到嗎 這裡也有個車型的小圖騰 其實一般在坐後座的時候 就會注意幾個地方 比方說門開的一個角度 還有這邊的一個高度 那這裡的高度很重要是因為 你在進出後座的時候 頭比較不會撞到 那原廠也有說其實他們這一次 在這個車門這裡的開度 這個高度就做到78.7公分 所以無論你是像一般人這樣子做 好 或者是如果你家裡有長輩 然後他是這樣子做 欸 基本上啊 頭還是稍微要避一下 但是它的弧度不會很大 所以這樣上下車的便利性 其實是還不錯的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後座空間的部分 首先 嗯 頭部 至少都還有兩個多拳頭 我身高差不多是169公分 膝部的部分啊 首先因為他前座的椅子 這邊有做內凹的設計 然後我現在已經坐到最底了 最到最底 這邊也都還有兩個多拳頭 所以他在膝部空間也非常的寬裕 而且他很棒的一點是啊 像後座的椅面 有的會坐比較短 可能比方說我坐起來 然後可能他只有到這裡 甚至到這裡而已 可是你看喔 他幾乎已經跨到我的膝蓋 他的椅面真的坐得很長 然後如果你的腳往前延伸的話 整個大腿都有撐到 這一點是很棒的 另外還有一個優點就是 他的椅背可以做兩段式的調整 然後說 欸 我現在可以躺一點 那挺一點大概就是像現在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他有25到31度 的一個調整範圍 算是這個角度也蠻人性化的 接下來看一下還有什麼機能呢 中央扶手裡面有兩個杯架 然後這邊有後座冷氣出風口 然後右邊這裡也有地圖帶 不過可惜就是後面沒有這個充電的 沒有充電的插座 然後旁邊也有杯架 中間的果嶺也不會太高 所以如果坐五個人的話 應該也是OK的 另外就是我剛才有發現啊 你坐在他後座會覺得特別的開波 因為他這一塊玻璃的面積 算是還蠻大的 再加上在後面這裡 他有做一塊小的玻璃 所以他的透光性很好 你就會覺得還蠻舒服的 現在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一個試駕心得 首先在動力的部分 不管是1.8升的汽油引擎 或是1.8的油電的 這套動力系統 基本上跟Octis都是一樣的 以今天我們試駕的這一款 旗艦版的油電來說呢 它的最大馬力是122匹 最大扭力是24.8公斤米 那搭配的是eCVT無段變速系統 那當然囉 油電車第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的油耗 每公升可以跑到21.9公里 所以剛才我們其實已經開一大段路了 那原廠也說你今天 從瑞瑟開到花蓮那邊 油可能只掉一點點 所以這個省油性是很不錯的 而且他們現在的電池有8年16萬公里的保固 再來就是油電車 它就是跟電車有一個很接近的優點 就是起步 起步的時候啊 它的動力輸出的延遲感是很輕微的 所以你會覺得它的起步特別的輕快 然後在起步到中段加速這一段呢 你會覺得它其實還蠻有力的 但是畢竟因為它的油電系統 最主要是要走節能這個功用 所以它在中後段的這個加速 可能比較沒有像傳統的1.8升自然進氣引擎 來得這麼明顯 但是你在比方說0到120之間 這一整段的加速呢 我覺得都是非常夠用的 而且它起步的這個輕快感受 是勝過很多傳統汽油引擎的車款 像我現在在開大概時速是60左右 其實在60公里以內 你會覺得它的競速性真的都很不錯 那以我現在大概時速6、70 這樣子在市區開啊 你會感覺到它的隔音我覺得算中上 因為原廠有強調說它不管是在引擎室啊 或是說在車體啊 還有車體 以及像膠條的部分去做了強化 所以它的隔音聽起來 我覺得是還算不錯 唯一只有一點 其實這個也是所有開CVT的車主 如果你今天油門一次大力踩下去的時候 當然它的變速箱噪音可能就會稍微大一點 可是如果你是像我這樣 你看我現在在加速 但是我是不要一次油門到底的家的話 它的這個噪音值啊 就不會那麼大 其實像花蓮的這一代 有蠻多這種比較中高速的彎道 我剛剛有稍微試了一下 因為它這一次是採用TNGA新世代的GAC的一個底盤平台 那當然這個底盤平台大家都知道 低重心、高剛性、輕量化的一個設計以外 然後它的懸吊是採用前麥花城後優化過的扭力量的設計 那何謂後優化過的扭力量 就是一般的扭力量它的懸吊擺放的角度是比較偏垂直的 但是呢這台車它是把它做了一些角度的調整 讓它做的有點傾斜 那這樣子的用意是為了要減少它在垂直上下震動的一個幅度 然後也因為它角度做了這樣的調整 所以它還設計了一個強化的懸吊支架 來分散它這個縱向的一個衝擊力 此外它還採用了大型的這種橡膠襯套 以及像強化的防晴感 所以讓它這台車雖然說我剛剛在車外看 覺得說它的這個 剛剛不是有看到嗎 它在輪拱裡面那個距離超大的 我就想說這個懸吊應該是會蠻軟蠻晃的 可是你看像我比方說我現在這樣經過這些坑洞 這邊剛好在施工 你會覺得它其實路感算扎實 它其實並不會像你想像說好像它會很軟很晃 其實它的這個在彎中支撐性我覺得還不錯 不管是起伏比較明顯的路面或是這種碎正路面 它的整個舒適度的表現我覺得是蠻出色的 像現在這一段路它的速限是70 那我大概加到70幾 然後我們來變換車道看一下 看到其實有沒有 現在後面都沒有車 其實它的穩定感真的還蠻好的 因為它的方向盤還算蠻輕的 再加上回轉半徑只有5.2公尺 所以剛才我們在一些小路回轉的時候 其實也很輕鬆 再來還有一點很棒的地方就是 因為這次它有盡量把前檔的下緣降低 所以光是在坐姿視野的部分 就比房車高了12.1公分 再加上大家有看到嗎 這邊這裡有做一個三角窗的設計 然後它的後視鏡是在車門的上面 所以你在轉彎的時候 這邊也比較不會有死角 至於在最重要的安全配備的部分 這一次可以說是安全不分等級了 因為6個車型都有漆氣囊 然後都有基本的循跡防滑 或是電子煞車這一些輔助系統 另外全車系也都搭載了TSS 也就是有ACC自動跟車 雖然說它沒有全速域 但是時速30以上就可以啟動 再來還有車道的循跡輔助 那車道循跡輔助就包括像 車道偏移警示 車道偏移輔助 以及車道的置中維持 還有像PCS 預警示防護 也就是自動緊急煞車輔助系統 這些它都有 唯一一個比較可惜的是 在尊爵版以上才有標配盲點偵測 不過這個可能車主 如果覺得很需要的話 日後就可以自己去加裝一下 然後在車體的安全性的部分 這一次也是採用了 GOA高剛性的車體 而且這一次它有幾個重點 包括像車側是一匹式的側面強化結構 然後包括像後座以及尾門 是這種雙環式的一個強化骨架的設計 還有在全車的多處 都採用這種高密度的一個焊點 以及在鋼材的選擇上 最高有達到1620MP的高剛性鋼材 所以基本上它也提供了一個 很不錯的防碰狀的一個能力 而且早上原廠有說 泰龜的Corolla Cross 在Euro NCAP裡面是有達到五星的一個標準 所以這個也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油電車它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安全配備 就是如果你在時速25公里以內 或是你在倒退的時候 它系統偵測到有行人的話 它會發出聲響來警示行人 才不會說你的車子靜悄悄的 然後它被嚇到 這也是一個很貼心的功能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早上原廠有說 他們之前有把這台車 做過一個100-0的煞停測試 那它的煞車距離是38.1公尺 那這樣子的表現也算是很不錯的 那這個也可以讓大家來參考 有沒有其實它在這種 你剛起步到中段的這段加速 的這個立即性是很不錯的 Carola Cross這台車啊 從預售到正式發表上市 短短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 接單竟然超過了5500台 那到底是為什麼它可以這樣子 胃眼就造成了大轟動 今天試駕過後啊 我更能夠感受到 它的一些產品優勢 比方說這幾年啊 許多喜歡Toyota SUV的消費者 要不然就是只能選擇 尺碼比較大 然後價錢比較高的RAV4 或者是比較偏個性化設定的CHR 那Carola Cross是第一台這種 用中型車格的SUV 而且是提供國產車的一個價格 所以在車格跟價格的設定上 都是更適合普羅大眾 尤其是許多小家庭 那以油電的來說呢 它又是國產SUV裡面 少見的油電動力 所以這些都是它在產品上的一些優勢 好 那今天的試駕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 我是小燕姐姐 我要趕快去還車了 下次見 掰掰 拜拜 M du MING Aシャイ 教育 MING A